MG TOO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兩安的節目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我的MacBook Air M2的午夜色 那今天呢,我今天才剛收到熱騰騰熱呼呼的 而且我不得不佩服Apple的 他們的包裝設計真的是越來越精進 你這一次是從中間撕 還記得上一次嗎 它是從這個角落撕 那現在我們一起來 跟著我一起來開箱 哇~~ 看到沒 知道我這次買的是什麼顏色嗎 是午夜色 午夜色是新的顏色 跟他們好像還有一個叫星光色也是 新的顏色 我們來一起拆箱 我這次的配置是有升級版的 是16GB的統一記憶體13.6吋 然後是 我看一下 總共是 我升級到了16GB的統一記憶體 然後1TB的SSD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的M1 它的記憶體真的不夠用 然後 然後呢 我覺得 並沒有那麼的實際 因為 原因是因為 它是基礎款 太基礎 然後反而很多東西 都 都 就是都沒有辦法 完整的 就是 存入我的檔案 而且很容易當機 我開了兩個檔案以後 它就當機了 所以 很容易 就是造成我沒有辦法持續作業 那這一次呢 我就升級了這一個 加上又剛好可以換新機 新嘛 新的嘛 一切都是新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吧 跟著我一起開箱喔 跟著我一起開箱喔 我比較暴力一點 常常都是這樣子 給大家看 你知道為什麼它今年的 Logo的外面的印刷要印成這樣 就表示讓你知道 Air是很薄很薄很薄的 那我們先把箱子先拿開 然後呢 給大家看一下裡面長什麼樣子 這隻的盒子也比較好拿 這樣 非常漂亮 然後呢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裡面有什麼東西 啊 你看它這次五夜色 它這次配的線呢 就是五夜色的 它這次配的線呢 而且它這一次是SegaSafe MegaSafe的 就是你不小心撞斷了以後 它也會 自己 它還會自己充電 它不會說今天 撞掉了以後 你撞掉你的插頭以後 它馬上就斷電了 它馬上就斷電了 但我這次選擇的呢 我給大家看我這次我選擇什麼 我這次選擇這次的雙插頭 它是雙Type C的 就是你在充電腦的時候 你可以充是充你的手機 所以呢 我真是想選用這一款的 比較小一點 而且比較好攜帶 所以我才選用這一款 那再來呢 就是 準備就是五夜色啦 我們先來拆來看看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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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一下喔 五夜色就長這樣 仔細看它的顏色 它其實呢 可能在鏡頭上沒有辦法看的真的很出來 可是它 它不是真的石墨色 它不是真的石墨色 它是黑色 但是它 它五夜色意思就是有點 有點偏藍 也有點偏綠 所以它不是實質上面的那種 深顏色的那種感覺 就是石墨色的感覺 它不是黑色也不是灰色 它就是自己的叫五夜色 就有點藍藍綠綠的感覺 但是 我鏡頭上可能沒有看的那麼仔細 沒有看的那麼清楚 它的logo呢 則是黑色的 然後還反光 那這次我們來打開來看看喔 然後就要開始我的設定了 這次呢就開箱到這裡了喔 然後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它整個整體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鍵盤也回到了 這邊有一個ID ID的這個 然後呢 整體設計非常的簡約 我依然很喜歡Mac Air 而且Mac Air呢 它現在的價位呢 就算我升級之後還是比MacBook Pro 還是便宜一些 因為我也只能負擔這個價錢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那喜歡我的節目呢 就是 喜歡我的頻道 介紹我的開箱頻道呢 就歡迎你訂閱 點讚 分享跟按小鈴鐺喔 那謝謝今天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